大家好 我是大兔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用最少 最少的時間去刷每天的活動 比如說未來會有 十字碎片活動 那趁現在黑市有時候趕快教 首先你是完全無課玩家的話 我推薦你一定要先搞這把 魔法劍或是聖彩槍繩 再不行的話就那個鐮刀也行 先說一下為什麼是聖彩槍繩 因為它是王牌武器 它不用買被彈 它被彈是無限的 比如說你等它刷活動的時候你是可以一直 一直掛機的 那實際上看起來 至少都便宜的六萬 可能六萬沒有那你就買個魔法劍 兩萬也沒有的話你就去買個鐮刀 好 那我們就進去吧 那首先創煌的部分 我跟大家說每次的活動任務 要怎麼刷比較好 災惡這張點下來 然後過來這邊 點絕對防線 那跟大家說明一下這種生存的地圖 通常百分之百了 都會被那個官方BAN掉 因為避免有人用腳本刷 所以這些生存地圖都不能玩 那裡面在這張裡面最特別的這張圖 絕對防線呢它是可以 讓你掛機還可以打死亡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打 一百殺 就是活動要求 現在都要求一百殺 一百殺 然後難度通常都要求要困難 像我們這樣就解開 然後我們就選個體力比較多了 像我們選米亞它體力是28 就選下去 如果沒有米亞的話也可以去紅利商城買 好 那這裡的話就來教一下 首先 我是用平民示範的 因為我剛好也有聖材槍手 我就不要拿其他奇怪的武器出來 好 首先的話 測定 仔細清掉到這邊 鍵盤 然後聖材槍手它的大範圍攻擊是右鍵 所以我們來到右鍵的地方 就是特殊攻擊這裡 然後像我這邊交替按鍵 我射一個P 然後你看我P壓著的時候在攻擊 這時候P繼續壓著喔 然後按設定 鍵盤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攻擊鍵那邊 現在我的P是一直壓著的喔 然後這邊按著 清除按鈕之後呢 再按一下右鍵 讓它的P消失掉了 就是被重置然後剩右鍵 然後再能確認 好這樣的話就卡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 好 就開始在那邊刷 對 那平常如果你找到兩個人 兩個以上的人的話 你就會這樣 就待在底下 然後 A點一個人 B點一個人這樣刷 然後通常就是掛著就好 你可以掛著兩個螢幕去做其他事情